来的又叫连思的心 这个力量可大了 不是一尊佛的心 但是这些都是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有信心 像我永远觉得连花生大事 永远在加持我们 在我们头顶 在关心我们 对我来讲 它是真实的 那大宝法王又是连思的化身 不可思议 那这些祖师大德 那印光大师 红衣大师 他们都是视线在来的 所以我想 那我们要生起佛 那生起佛想就要来皈依啊 而不是说参考参考啊 不能这样 你要有绝对的信心 你本来决定要咚 这些如佛的善知识告诉你 吸 OK 吸 这样啊 那这个要皈命的 那你才能够得到加持 所以 那如果你能够把善知识当作佛 那你就永远有佛在加持你 为什么 为善知识守护雇 因为这个善知识想要加持你 如果你对他没有信心 他的加持就像造到石头 没有用啊 就像莲花生大师说 你一定要提请我 我们各位要多念连石提请文 这有一段很不可思议的故事 你念连石提请文 你要说 它马上就完全的加持你 进入你的心 你会感受到它存在了 就这样我们台湾人也不错 那台湾人说 哇 这功来啊 这功来啊 对不对 太主丫来啊 我们从小就认为说 神是存在的 神会附在人身上 那现在我们学佛了 那佛菩萨更灵 但是问题是 你要有那个信心 那你是活在佛菩萨的世界 只是在帮助这个五着二世 如果一个人没有 活在佛菩萨的世界 你会觉得说 这个世界糟糕啊 乱七八糟啊 不相信啊 骗来骗去 你会很失望 不能有这个心态 这个世间本来就如此 但是念一下 心在极乐 爱撒众生 我很早就体悟这句话了 所以我写这句话 我们心里面跟诸佛菩萨 在净土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世间 尽量慈悲 就像你去屠宰场 你要去骂那个杀猪的人 对不对 那些猪被杀 他也没办法 你现在能够救嘛 你也没办法 当然你一直看到猪一直哭也没办法 你看到杀猪的人要打他也不是办法 我们只能说对杀猪的人 可怜 你的业障 你的业力变成 没有杀猪没钱赚 猪也可怜 人也可怜 我们如何两边都要关怀他 不然有些人说 这个人是在杀猪了 你不要跟他讲话 更要跟他讲话 因为我的妈妈在他手上 就一只也好 就两只也好 而且那一天我有送给一个杀猪的老板 一个最最最最强的法器 我送给他旁边的居士都吃醋 我叔叔我让你那久不拿出来 你没事情 你没事情 那些事情比较大 你这个带在身上 这是加波康布 留下来少数几个打掐齿物 你带在身上 晚上里面就通通去听课 去听课付六百块 人家有上根 我还在考虑怎么讲 来了一批杀猪的 那你要讲杀猪不好 人家站起来就跑了 你要怎么样讲呢 让他慢慢有一点上根 慢慢慢慢 对不对 慢慢他成为我们的菩萨 透过你的手把猪给超度了吧 没办法 因为你不可能叫他停止那个作业 你要用什么方法 但是至少 这个老板 有上根 有上根 有钱真好 各位来参加八观摘戒 领六千 那多少人来啊 所以 因为善知识守护故事说 今天如果你把善知识当作佛 那这个佛就时时刻刻在保护你 干嘛把钱 那你不可能不成佛 那在爸爸妈妈在佛的呵护之下 那你怎么可能不成佛呢 所以我想 那重点是我们的信心 清静心 第六 来 若欲成就一切智制 应决定求真善知识 善男子 求善知识 勿生脾屑 见善知识 勿生艳足 于善知识 所有教诲 皆因随顺 于善知识 善巧方便 勿见过失 华言经 那我们最大的目标 也是各位做完功德 最大的功德是什么 就是回向成就一切智制 一切智制就是佛陀圆满的智慧 你有佛陀圆满的智慧 你就可以普渡无量无边的众生 那你这个功德大不大 太大了 所以如果各位真想成佛 得到佛陀的圆满的智慧 当然这个圆满的智慧 一定是有圆满大悲 才能够得到圆满的智慧的 所以如果各位 我们想要成就佛陀的智慧 应决定 这个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就像阿底侠尊者 冒险坐船几个月 到荆州岛 就是印尼 去亲近 我们叫菩提心的教父 就叫金州大师 真实的接近他 十二年去学真实的菩提心 带着这个菩提心 然后又去西藏 把这个菩提心带给西藏人 成为西藏佛教之父 阿底侠尊者 但是很多人把菩提心当作读多少书 我们会讲课当菩提心 不一定 不一定 菩提心是一种 所以一种心灵的感受 就像各位 你看到妈妈就想要 就想要让她快乐 她痛苦你就心很伤心 真想抱着妈妈 就是这样 跟有没有读书没关系 那这个感觉很重要 那有些人就 没妈妈的小孩 你怎么跟他讲 妈妈是长得什么样 你根本没办法讲 没有吃过糖 你跟他说糖的味道 你写了一百本书 也不知道糖的味道是什么 所以各位 你要得到一个真实的佛心 那你要去亲近 这个真实的善知识 这个真实有空性背心的 这就是佛菩萨的化现的 那你才可以了解 所以应决定求善知识 那你已经碰到善知识了 真的有福报 所以我一直介绍大家 就亲近大包房 那是古佛再来 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抓不到他的薪水 那也没办法 那至少你亲近到了 得到世间的福报 那这个世间太多了 太多了 你只要广众善根 发起菩提心 那你就看得清楚 就像慧眼是神通 你马上看到那个石头发亮 你也看得见 什么是菩提心的善知识 但是你已经接近了善男子 求善知识 勿生皮屑 所以各位要 要亲近善知识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阿底峡尊者一百多位善知识 善知识也不要固执 有一位就够了 不行 像我天天跑 天天跑 我都请别人帮我介绍 有没有什么善知识 要去亲近 像我们这一次去 贾查仁波切 我最后亲近到 缩解仁波切 哇 无量受佛 常受佛的化身 唐东家婆尊者的视线 所以很多人回来就很有感应 哇 看看老伦波切 笑一下 你全身心情好 不知道为什么 得到加持 这个就是善知识 他的力量是超越语言文字的 所以求善知识 勿生皮屑 千万不要说 我发觉有些读书人很骄傲 或是说 他有些修行人也很骄傲 我就这样就好了 我就每天在家里一直念 我就闭关这样 你已经脱离善知识了 你就自己用自己的方法 我要念几遍 我要怎么做 但是你永远没有善知识 你问他你师父是谁 大家都也是 没有就讲没有没关系 因为他心中没有善知识 有时候你到底听谁的 听我的 听自己的 还用自己的想法在修行 为什么 没有善保加持他 没有善知识加持他 不可怜的吗 各位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你有善知识在加持你 在回向给你 就算再远再远 你都有感受 这善知识的力量 它可以进入你的心里面 再来 见善知识 物身 验足 你不要觉得很痛苦 跑这么远 跑这么远 所以 而且那边环境又不好 所以 不会 多久 一段时间 一定要去加持 物身验足 于善知识 所有所教诲 皆因随顺 你要一教奉行 法随法行 而且要顺从的 去把它实践完 因为善知识 他有神通也好 他了解你 他了解你 你很喜欢读那个经 你很喜欢善知识说 你先拜佛 你先忏悔 你先如何 那你就要一教奉行 你认为说 那个太浅 我的地藏经读几遍呢 我现在应该要读什么呢 善知识说 你还不了解 地藏菩萨的本意是什么呢 那你就跳过去也不行 所以 所谓善知识 至少他像一个医生一样 知病 知病因 也知解病的药 他都会给你 而不是说 上回有一位大法师 我请他去见一位 高僧 那个高僧说 你先念完四归一十万遍 再来找我 因为法师有一点 我是大法师 现在叫我念四归一 四归一就说 代表还没信心的人 对上保 还没信心的人 对上师没信心 先念完四归一十万遍 不去了 不去了 我一观察 这个人本来就是知识分子 对他师父根本没信心 我也不知道他师父是哪一位 所以对方真的是善知识 一看到他说 念十万遍 四归一再来 你连信心都没有来 见他干嘛 再来 于善知识 善巧方便 物见过失 叫你东 因为你偏西的 只好叫你东 再一个进来 叫你西 因为你偏东了 奇怪 师父叫我东 叫他西 这师父怪怪的 善巧方便说 针对你的问题 而讲的 对你的不见得是对他 但是你不要去找 师父的缺点 师父这样做是对你的 因为有些人呢 不打不行 有些人不骂不行 骄傲 所以善知识会用各种的方法 但是你不要一直找他的缺点 他这样做是有意义的 那当然这里面很重要 所谓善知识 你必须要观察很久 他有没有善知识的条件 那如果你观察很久了 确定他真是一个善知识 跟自己有缘 那你后面所做的 你都不能怀疑 前面你可以怀疑 一认定你就不能怀疑 就像你结婚 还没有结婚 你好好观察 观察观察观察 决定结婚了 念一下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你才会幸福 那这就是 你既然要结婚 你就决定好 我要跟他结婚 那我就爱他一辈子 这是应该做 既然要结婚 我这辈子会这样 一定是过去式培养的习性 我不喜欢 不喜欢 对不起人家 也不喜欢让家里 因为你跟太太吵架 所以跟太太跟先生吵架 很不孝 为什么 爸爸妈妈就烦恼 痛哭 儿女就哭 儿女要有爸爸妈妈离婚 所以各位你不要自私 还有我老公有外遇 不管他都跟他离婚 三个小孩要叫谁骂都不知道 所以有一个来把我讲 师父我对我爸妈不太好 为什么你要这样讲 从小他们两个就吵架吵架 都在抢我 我像可怜 一下住三个 一下住三个 我不知道听谁的 所以我对我爸爸妈妈没感情 我说你这样讲不对 你要开始 你爸爸妈妈是真的太爱你了 对不对 抢你 但是当然你对婚姻没好印象 但是也可以知道说 爸爸妈妈离婚 那小孩子多可怜 给他再多钱 他也感受不了温暖 反而宠坏他 宠坏他 不敢让他受苦 好 这话讲回来 所以各位呢 我们亲近善知识 善知识什么教化 我们都有他的密意 这是你不知道的 你根本看不出 他用这个方法来教育 你才能够消除某一些不好的 再来 七 善知识之德 善男子 其有随顺善知识教 诸佛世尊 惜皆欢喜 其有随顺善知识语 则得尽予一切之地 其有能与善知识行 心无疑惑 则常执欲一切善有 其有发心愿常不离善知识者 则得具足一切 圣身最胜的毅力 华言经 所以出家了 甚至学佛 没有找到佛法的精髓 那是最可悲可怜的 所以千万不要换来换去 有时候我到国外去 我而且很多出家人 他师父不知道哪一个 不知道 这个寺庙住住 那个寺庙住住 然后就是这样 美其名是参访 那这个参访是没有善知识加持的 因为他师父根本管不了他 也不知道他要去哪里 那这个哪里叫参访 这个是流浪 对不对 违背善知识的教育 今天你的善知识告诉你 你应该去那边参访 参访 你应该去去 那是因为这样而去的 而不是说我喜欢去 我不喜欢去 所以我想我们亲近善知识 那要随顺善知识 我今天是我师父交代 我去做那个事情 这我才去做的 这个叫什么 不离善知识 随顺善知识的教法 因为这样对我有帮助 师父叫我离开 一定对我有点帮助的 师父叫我不要去那边 一定对我有帮助的 所以你才可以得到 一切佛法甚深最深毅力 他的道理 他的利益 那后面这个最重要了 那善知识要哪里找呢 有什么条件呢 那菩萨地论告诉我们 那我带各位念这个 是希望各位 这个八个条件 成为一个菩提心者 也要具足这八个条件 因为我们接近善知识 目的是希望将来 也成为别人的善知识 让别人因为 依止我而得解脱 乃至成佛 所以这八条 各位要多回光返照 念一下 菩萨善知识 若具八相 视为圆满 何者为八 一 多闻大圣经典 二 持守菩萨戒律 三 具足修行证悟 四 悲心记重 五 无有畏惧 六 忍耐谦和 七 心理悔期 八 善与言词 菩萨地论 所以做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 菩萨的善知识 要有这八项具足 就像各位说八观哉戒 那你都守好了 那你才有慈戒的功德 哪八种呢 第一个 多闻大乘经典 所以一定要各位啊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各位不要懒惰 一定要看 我在家比出家还认真 我在家一天 各位都会背 十八个钟头在看经典 六个钟头吃饭 洗澡 睡觉 我一点都没有间断 那后来出家了 就比较没时间 至少每天四至六个钟头 深入精湛 其中两个钟头呢 听所有录音呆啊 CD我都听完了 因为那个时候还比较有空 我在武功室 我可以做很多 那后来到外面呢 每天还是要看书 找重点 找重点 因为找这个重点 自己也可以用 也可以 就像我收集这些重点 然后呢 自己也可以用 别人也可以用 但是你不看经典 那不行的 所以我常常告诉我们法师说 就是讲经说法是主要 我们要按照经典来分析 这样对好了 就算我们没办法讲得很清楚 挑出来 大家一起读诵 对不对 界的功德 八观哉界的功德 菩萨界的功德 能解释就解释 不能解释读诵 大家至少知道意思 所以各位一定要 广学多文 大称经典 念一下 发菩提心 深入经典 读诵大称 这是最重要的 读诵 虽然我们读诵大称 不离开 身心因果 持戒不食 以一个菩提心 而且不但自己念 还要劝进行者 第二 持守菩萨戒律 那一定要 所以并不是说 我不持戒 也叫菩萨 那不可能 所以做一个菩萨 当然要守戒 持树 持悲 多受八观哉戒 乃至菩萨戒条 就是菩萨戒 所以十众四十八千 六众四十八千 各种的戒律 各位都要守 第三 具足修行 证悟 这个证悟 他可以看到 别人看不见 这不是说神通 就是说 一个事情 他可以看得比较远 比较细 他可以调伏心性 这有修行的证悟 甚至 有时候 有一些法师 哇 一出现念念经 彩虹 对不对 天气有瑞相 甚至它让你感受到 哎呦 什么生病都好了 具足修行的证悟 对他自己来讲 开悟也好 慈悲也好 有什么特殊的力量也好 神通也好 有可能 第四 悲心记重 最重要 大乘佛教没有慈悲心 还叫大乘佛教 还有慈悲心 救济众生 重不是说 对人 对动物 是所有众生 悲心记重 第五 无有畏惧 万法皆空 有什么好怕的 要无畏 什么事情该做就应该做 要勇敢 无畏 不退转 个性上 第六 忍耐千和 受得了苦 像我师父 用的都很简单 睡的很简单 吃个药都会笑笑 喜福 太好了 忍耐千息 和合 这个个性要培养 你不能说 这个我无关 我的个性就高超还 那你要做菩萨 你就要忍耐千和 第七 心里悔七 内心里面没有后悔 经常后悔 七就代表忧郁 伤心 看不开 有时候出家人某一件事情来 看不开 那也不是一个善知识 我们在家就看不开 你比我还看不开 就是说 你发生事情很严重 哭 善知识没关系 对不对 他也视线给你看 第八 善于言辞 这个很重要 怎么跟你解释这个事情 怎么转 这要有辩才 要善巧方便 就像各位说 你晚上做梦 梦到一个像 不会解释 那也不行 就像人家会有神通的人 你问他事情 他为什么可以解释得很好 他不是有人跟他解释得很好 而是他看到一个像 他就知道这个像 代表这个事情怎么解决 他也会解释 善于言辞 所以各位 这善于言辞 那各位就要多练习 平常各位 现在没讲话 但是你要想 我要怎么说 你要一直想 一直想 一直想 这样 在你没有面对事情的时候 你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你已经想好了 怎么讲 对不对 怎么跟他解释 那你要一直练习 那等到碰到状态 自然流露 自然流露 这个叫自信流露 因为这个是符合佛法 符合普利心的 你自然 善巧方便 便才无外 那不然的话 对方听不懂 听不懂空性是什么 比如说 什么叫空性 这个镜子就是空 有道理 但是你不能执着 你要拿镜子里面的东西 会破掉 大包房子这样行 很好很好 一下你就通 不然讲空空空 讲到大家都一起空调 这样 无啥啥 空到没法 他不了解 悲心是什么 悲心是一种承担 一种跟众生的连结 这个是 上次是这样 所以我希望各位 莲花生大师教研 多看 因为我们称叫第二佛 他是真正的佛 但是他用 现代的语言 因为莲花生大师 没有讲经 他用现代的语言 来对国王 对百姓 对出家人 对女性 怎么 讲现代的法 甚至还留符杖 那个符杖 就印出来 然后大家都看得见 而且非常的白话 那这些 他知道在什么时间 要用什么法 来帮助众生 好 第九 若无法具足上述 八种条件 最基本应具备 两种条件 两种条件者 入菩萨行论云 真善知识者 深通大圣教 持菩萨胜律 虽逢命难缘 不舍菩萨戒 这是说 善知识的最低条件 必须深通大圣教义 和持守菩萨戒律 所以各位一定要 深通大圣教义 所以你要看 华严经 新地观经 报恩经 凡是所有大圣的经典 包括宜教三经 包括阿含经 大圣不是说 我读这个那个不读 大圣就包含所有的解脱道 大圣里面有凡的 显教跟密教 你都要看 特别密教的经典 我们唐密有四大本 写得非常清楚 你去看就知道 那年做功德有多大 度母做功德有多大 有时候我们接触 藏传佛教 他们还没办法 讲这个 为什么因为 没有 他们很少在研究经典的 他们是专心的 灌顶修仪轨 虽然经典有口传 但是呢 现在 商界年巴仁波切 在西津的龙德寺 正在口传 甘筑 就是藏经 将近 两千人参加 那我讲这个各位 可以随喜一个功德 他们每天 一千五到两千人吃饭 一顿饭 一万五千块台币 一万五千块 可以供养 一千五百到两千个 出家人 供灾 而且他们在 扣穿大藏经 这两个月的时间 当然你要护士奶茶都可以 那至少我们随其 他们功德 那但是各位要作为 一个善知识 乃至你希望成为一个 法师 对不对 或是一个菩萨 那基本上你要把经典 看完 多花时间看 你千万不要说 反正师父跟我说 一句奥米豆腐 我什么都不看 师父跟我说 踏一根经典 我什么都不踏 那你的脑筋就 卡死了 不是大秤 那大秤要深入境障 智慧如海 要有善巧方便 所以各位必须 深通大秤教义 那知道以后 还要去做 持守菩萨戒律 那所有大秤经教 都是戒律 按照我们知道的大秤戒律 然后去实践 就像读完地藏本院经 还不孝顺 还不信英国了 那你不白读了吗 对不对 读完地藏本院经 就懂得孝顺 甚至还懂得吃素了 懂得归 懂得不思了 那这才叫持守 这一点要了解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红法行程 12月23号星期六 至1月1号星期一 马来西亚红法行程 12月31号星期日 念贤节千佛 持债储罪一千节 马来西亚吉隆坡 海淘法师生命基金会 岁末祈福超度大法会 1月1号星期一 念阿弥陀佛 持债储罪两百节 马来西亚吉隆坡 海淘生命基金会 极乐净土 上供下师大法会 1月4号星期四 至1月5号星期五 澳门红法行程 1月4号星期四 念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持战处罪九十节 观世音菩萨书圣功德日 善喜余恶行程一百万倍 上午8点半 澳门第好酒店会议厅四楼 八观灾界法会 1月5号星期五 日光菩萨圣诞 日光菩萨圣诞 九连菩萨圣诞 上午十点 澳门路环码头放生 1月6号星期六 至1月9号星期二 香港红法行程 1月6号星期六 上午十点 香港优坛委上竹尾 真善路 点灯 药拱 祭慈悲施时法会 1月7号星期日 地藏菩萨书圣功德日 善喜余恶行程一亿倍 上午九点半 至下午两点半 香港北角阳子金码头 海上放生 1月9号星期二 念卢圣纳佛 大士至菩萨 此在处罪一千节 章先大地圣诞 下午两点半 香港北角陈树渠大礼堂 慈悲与智慧心灵讲座 1月11号星期四 莲花生大士书圣功德日 善喜与恶行程十万倍 晚上七点 新店大名讲堂佛学讲座 联络电话 02-2917-8855 1月12号星期五 上午十点 基隆法王寺 恭送地藏经 祭慈悲超度法会 联络电话 02-2423-9448 1月13号星期六 董公真仙圣诞 上午八点半 板桥悲愿讲堂 传授菩萨界法会 联络电话 佛萨持债储处罪七千节 上午十点 板桥悲愿讲堂 白度母常寿法会 联络电话 02-2951-0355 1月16号星期二 念释迦摩尼佛 持债储罪八千节 释迦摩尼佛书圣功得日 善行与恶行成九亿倍 上午八点半 宜兰大杯观音道场 八观灾解 护生 共万灯 共万水 即甘露试试法会 联络电话 03-989-9319 1月18号星期四 上午十点 桃园乐善寺 纳谷塔前空地 护生 点万灯 共万水 即慈悲试试法会 联络电话 03-347-7666 03-331-0553 1月19号星期五 上午十点 苗栗红法产一 护生 点灯 购水 要拱 即慈悲试试法会 联络电话 03-799-1513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一起温暖的地 生命电视与你 一起温暖的地 接下来请收看 智慧菩提 二 能累积功德的佛善 法语篇 法语篇 佛佛不少 以百倍为誉 不施 不施饭 布施断育仙人食物 祸福异备 布施正在修出果行者饮食 祸福不可称计 何况布施正出果者 向恶国者得恶国人 向三国者得三国人 向四国者得四国人 向四国人 向四国者得辟之佛人 向四国人 向四国人 向如来者得臣佛者等食物 所获功德更是层层转进 不可思议 大智度论卷四十六说 众生因不失 持戒因缘故 人中富贵 做转轮圣王 于普鲁密 或做梵王 或做法身菩萨 一大智度论卷 凡夫善心 会施的果报 不胜美举 自略举六种为代表 一 不失饮食的果报 如果受施者得此饮食后 能令森色强健 乐观进取 奋发向上 造福人群 乃至向道修缮 会施者未来便能获得森色有力 乃至具有生命活力 乐观向上之回报 二 不失衣服的果报 如果受施者得此衣服后 生出惭愧 知足之心 以此受施 知足之心 奋勉自强 修缮向道 不失者 未来便能获得惭愧有得 身心威严的安乐果报 请不吝点赞 三 不失井池 泉水 种种好姜的果报 如果受施者得此泉池好姜后 故事用语 身心安泰 历人历己 不失井池好姜的果报 不失者未来便能获得无机无可 五欲俱全的安乐果报 四 不失乔船 履喜的果报 如果受施者得此失误后 小心爱护 一己善人 不失者未来便能获得 身具种种车马的富足果报 五 不失云里的果报 如果受施者得此失误后 种瓜种果 皆济平民 从善如流 不失井池好姜的果报 不失者未来便能获得寿生端正 心乐无忧 应有尽有的富豪尊贵之报 六 不失防射的果报 如果受施者得此防射后 半道修行 慈善济世 不失者 不失者未来便能上升天界 获得种种七宝宫殿 自然而有 以及五欲自愈的天乐果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布施供养波气的功德 若附有人以波气食物施佛吉僧 功德有时 云和十种 一 形色光润 二 器物具足随意受用 三 离珠饥渴 四 珍宝丰足 五 远离恶趣 六 人天欢喜 七 福相圆满 八 尊贵自在 九 恒生诸天 十 宿正圆集 如是功德 不失器物 或如私报 七 编曲 三 宿正识 若有众生奉施器皿 得十种功德 一者处事如器 二者得善法金泽 三者离珠可爱 四者若可思水 流泉涌出 五者终不生于恶鬼道中 六者得天妙器 七者远离恶友 八者举大福报 九者命中升天 十者素者涅槃 使民奉施器皿 得十种功德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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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施供养近视的功德 海参取水一局 而问之曰 局中水多 海水多也 行者答曰 局中水多 非海水也 海参重问 如今所说 为至尘否 行者答曰 此言真谛 不虚妄也 何以明知 海水虽多 必有枯竭 节欲尽时 两日并出 泉源池流 西街汉河 三日初十 猪小河水 西街枯干 山河水 四日初十 猪大江海 西街枯竭 五日初十 大海稍茧 六日初十 三分减二 七日初十 海水都尽 须弥崩坏 下至金刚利季 皆稀骄然 音乐 若父友人 能以信心 以一局水 供养于佛 或用师僧 或奉父母 或盖贫穷 给予禽兽 此之功德 必结不尽 以此言之 至海为少 菊水为多 佛告阿门 二十瓶人 持一瓶水 不失僧者 今此今天夫妇事也 尤其前世 持此一斤钱 及一瓶水 并此明镜 失众僧故 世事端正 身体金色 容易恍欲 殊胜无比 九十一节 恒常如是 由于耳食 有幸禁锢 得离生死 带得应征 阿难当之 一切福德 不可不作 如比平人 已少失故 乃或如是 无量福报 若父有人 以尽信心 持一菊水 供养于佛 或施众生 或奉父母 或乞丐者 乃至禽处之类 此之少善 正因功能 及于结成 不能穷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圆满生命波罗密 精进修行满人间 断除三毒 诸烦恼 慈悲菩提 大愿力 各位 生命菩萨 大家好 快乐从哪里来 关心别人 关心众生 那就快乐 痛苦哪里来 只为自私想 自私 那就痛苦了 所以佛陀跟我们说 不要起贪嗔痴 三毒 不然有烦恼 就会造业 就会受苦 那要怎么办 菩提心 慈悲心 痛心 以这三种心 去圆满波罗密 那你的生命就圆满了 愿生命电视台 祝大家生命圆满 阿弥陀佛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密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